我们现在给他带来是拳皇十三的两位国内点击高速对决 来的非常熟悉的 左边的话是 吴哈佛右边是小二 先一步改一下 左边是吴哈佛右边是小二 他们打一个抢十的主力弹 N6出三 N6出三 好了比赛开始 吴哈佛还是选择他非常擅长的杜龙 作为一个注意的主力 小二他选得了 还有天狗加上一个竞争翻 啊竞争翻加天狗他的是两个人必选的 也是这个版本他两个用的最具有伤害 攻击攻击的角色 所以他绝对主力了 天狗的连钻台 在大家相信之前也见过了 非常具有轻功性的 牙齿里的 好了 欢迎飞飞 这场这局落龙打的小孩 也是有点用的懵逼 感觉是刚刚从十四七到十三 小孩这个节奏还是没有适应过了 我估计先要输几分 才能调整好这个节奏了 玄黄十三的游戏 也是相当制度的相当精美的一款 天皇的正宗剧作了 小王第十三部作品 大家从场面上 画面背景 包括人物的 这种 精度啊 已经看出来这游戏做的相当用心了 全部是高进化的 一个剧作方式 现在金家帆是小孩的手里大将 这一方还是先锋 坐拢 继续保持压制 因为这个版本小孩十三 小王十三也是 他不是拿过世界冠军的 拿过约维比赛冠军的 拿过加拿大贝德冠军的 但是你也知道啊 打的他打的比较杂 而且目前也不是以对游戏版本为主的 吴哈佛是只玩这个 十条十三的玻璃高手 这一个杜龙打了架上一条 你敢信不信吗 咱们叫做夜经的疫情 光与西啊 溺水行抽不进得退 这场比赛就很充分的 说明这个道理了 本场比赛吴哈佛先拿下了第一分 拿到了第一分的胜利 先开张了 这个杜龙啊很强大的 比赛在抢时的长盘局啊不要着急 刚开始的胜利 或者是失败 那不代表最后啊 看看谁能效果最后 先打一个挑战 好现在还是准备用 冰做一个前锋 打破前阵 你看这个场立 背景做的动作漂亮 资格打破前阵 看看看地带 请猜弹 是替拉米苏的固化啊 tian 我可以換 哇,這傻的也 好了 天狗是小孩中间 杜龙是对方的先锋 上一个币的话 这个杜龙打了一条三 这个币想打一条三嘛 还是有希望了 目前杜龙手上还有六个的质量 OK 呦哎呦呢 Vamos 这个确定楼不落他 跑不下去了 啊 可供咪嘎 非普通讲了要非普通讲 不知道 打得死 上方都是选择了天狗 对自己的中间 这个单发圈的 毫无意外 超炫烂的一个技能 现在局面上来对无哈佛的中间 天狗拿下了中间小孩 好了 金鸭三上来了 将于未来 将于未来 不该认手一个天狗 对啊这个就像你 打酒吧认手一个真克里斯 对吧一个道理的 好了 有些发动了HP取消 那现在局面上来说 小孩的压制 也是 比较尴尬 哇 我想打头对小孩开头 一起压制三边 白云仔 完全没硬直的压制 哈哈哈哈 打着防疫破坏了 小孩单手能打赢好多人啊 兄弟啊 别别闹啊 前面有单手能打赢好多人啊 哇 你可打谁啊 哇去这里 这个 凤凰角超比他确认打的小孩好难受啊 我知道他护 不知道他护